紅彤彤的西瓜塞滿果汁雞 加入冰塊打成一杯杯清涼的西瓜汁 俐落刀法沒兩下 就切出一片一片原汁原味的西瓜 大口咬下香甜多汁 超消暑 適逢元年西瓜產季 但今年因為疫情影響 餐飲業需求大減 供過於求 價錢跌了三成 就連阿中部長都要幫忙業配西瓜 為了慶祝連續六天零確診 直接搬了六顆大西瓜到祭酒會 也成功巧熱西瓜買氣 會喔 支持一下 在這個時間能夠幫農民幫忙一下 是很好的 疫情趨緩 西瓜的買氣跟天氣 一樣熱起來 不少民眾到大賣場挑西瓜 台南西瓜產季接近尾聲 原田濁水瓜產量減少三成 花蓮西瓜剛剛要採收 目前全台總產量減少 零售價每台金十塊錢 而未來還會越來越穩定 這錢都要五塊 六塊 今天成熟中 因為這裡的農民 這裡的生產者 這裡的中間人 大家都好過 花農說西瓜價錢會越來越高 感謝阿中部長的幫忙 而陳時中不僅是防疫的指揮官 還得生肩農產的業配王推銷本土西瓜 記者 廖文斌公益的張志凱 雲林台中報導